现在我们介绍十三章的第三节 地球的引力未能 Gravitation Potential Energy 我们看这个代表一个地球 它的质量是M1 这是地心 然后我们有一个质点 它沿着A 从A沿着这条路径到B点 在这个当中 它经过P点的时候 那么会有一个万有引力 这个万有引力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F7 F7是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 像这样的一个Gravitation Force 因为它是跟半径的平方成反比 而且方向也跟 也时时刻刻在改变 那么当这个指点 从A点到B点的时候 万有引力所做的弓呢 我们就把这个弓的弓式带进来 万有引力DOT DS DS就是它走的路径 DS就是一个 这一点的切线方向 就是这一点的一个位移 这两个DOT以后呢 F7是这个 DS这个项链 我们可以用它的两个分量 把它拆成两个分量 一个是这个分量 大小是DR 方向是R Univector的方向 另外一个方向跟这个垂直 它是R D Theta大小 方向就是Theta的方向 好 那么这个DOT以后啊 因为R Univector跟Theta Univector 互相垂直 所以DOT以后就变成0 那只有这一项存在 这个DOT变成1 所以呢 这个DOT以后呢 就剩下这一项而已 然后我们把这个积分积起来 把上下线带进去呢 它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积分是等于 负R分之1了 好 把RA跟RB 这个上下线带进去 那么它就等于 这样的一个 我们把这个 就是说 这两项啊 只跟位置有关 只跟位置有关 你这个路径 你这个路径是什么路径呢 其实没有关系 所以呢 它就是我们 在讲公的时候呢 就说过 这样的一个例 所做的公 如果仅跟位置有关 那么它就是可以写成 两个位能的差 就是B点的位能 减到A点的位能 那么这个就等于 位能差的负值 所以地球外有引力的位能呢 按照这样看起来 好像是 这个应该等于这一项 这个就等于这一项 对不对 那就换句话说 好像是EP 就等于这个值 但是我们知道 如果你是不定积分的话呢 应该有个常数 而这个常数啊 我们不晓得是多少 但是我们所要的就是两个位置 未能的差 因此你这个多少没关系 反正在这个里头 两项差的时候 这个常数就消掉了 因此我们可以设定 把这个设定某一个位置 它的potential energy 是零的话 作为标准 那么其他的位置呢 就可以跟他来做一个比较 那么未能差就是那一点的 未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 假设一个标准的 一个参考点 未能等于零的时候 假定我们设R在无限远 无限远的地方 R在无限远的地方 EP等于零 那么这个C就等于零了 所以这样假设的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C去掉 那么万有引力就变成这样子 所以以后我们用万有引力 未能呢 就是用未能等于这个 但是你要记得 R等于无限远的时候 potential energy是零 好 底下我们要介绍 Kepler's Kepler's law Kepler行星运行定律 Kepler 他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天文学家 他的第一个定律 他一共有三个定律 第一个定律 就是说所有的行星 轨道皆为椭圆形 像这个 这个M就代表一个行星的质量 他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形 那么 他是绕着太阳 做这个椭圆形轨道的运行 那么这个太阳呢 在什么位置呢 就在他的一个焦点 这个椭圆的焦点 假定在这里 好 我们就介绍一下这个 里头的这个量 那么这个椭圆到底是多扁 有多扁 就是说这个很长 还是这个很短 还是这个短到最后就是 变成一个圆了 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呢 跟这个一有关 一个是A A就是这个椭圆的 长轴的半长 一叫做离心率 A为半长轴 就是这个长轴 长度的一半 一呢 叫做离心率 就是他离开 圆心有多远 比如说这个 如果是一个圆的话 那圆心在这里了 那他如果在这里的话呢 那就是一个圆了 好 椭圆中心 中心 与两个焦点的距离 它跟这个距离 或是跟这个焦点的距离 是等于 一乘A 离心率 乘上半长轴 如果一等于零的话呢 那就是说 这个长度等于零啊 那就表示这个太阳呢 正好在圆心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就是一个圆心了 这个时候的 轨道就是一个圆形 那么我们发现地球 跟大多数的行星 虽然是椭圆轨道 可是它的离心率啊 都非常小 非常小 因此轨道呢 接近于圆形 好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椭圆的话 那这里我们看到 行星在这里跟在这里 显著的不同 就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离太阳特别远 因此这一点我们就叫做远日点 它的长度 就等于EA 加上半长轴的长度 就是A了 那就等于这个 RA等于这个 远日点 这个长度 是等于这个长度 加上A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叫近日点 那这个长度啊 就等于半长轴的长度 减掉EA 那就是这个值 如果E等于零的话呢 那就是 RA 等于 这两个 就是近日点跟远日点 没有什么近日点 远日点都一样长 这个时候就是 轨道 圆形轨道的半径 好 这个是行星对太阳 那么我们地球 从地球发射一个 人造卫星的话 人造卫星绕地球转 如果这是人造卫星 这是地球 那么它也是 近乎一个 也是一个椭圆形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一点就不叫做近日点 它叫近地点 地球近地点 那这个呢 叫做 这个叫远地点 这个叫做近地点 近地点是这个 远地点是这个 OK 好 我们现在看 Keybler的第二定律 Keybler的第二定律是说 这是它的 就是行星 绕太阳 这是它的一个长轴 当行星在这里的时候 P就是代表plan 质量 就是行星的质量 好 行星的质量 当行星在这里的时候 那么这条线 就是行星跟太阳的连线 那么它从这里 圆着轨道行进的时候 这一条线 就少过去一个 面积 面积 好 那第二个定律 就是说 这一条连线 单位时间 少过的面积 是一个定值 它每一秒少过的 比如说在这里 经过到另一秒 就跑到这里来了 那么它会有一个面积 这一秒钟的面积 跟从这里 到这里也是一秒钟的话 这个面积是相等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看 为什么会相等 我们从牛顿力学来看 行星在这里 它唯一的一个力 就是FG 唯一的一个力 这个力是什么方向呢 向星的方向 向星的方向 我们是以太阳为参考点 那么行星的总力矩 总力矩 TALK TALK是等于什么 等于R Cross FG R Cross FG 你看R 是这个 FG 是这个 那它是负的R R Univectal的方向 那这两个方向 相差 180度 这负R 跟这个 所以Cross以后 R乘上1 乘上3 180度 就是零了 所以它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行星 在任何一点 就绕着轨道转的时候 任何一点 它的总力矩 等于零 总力矩等于零 那么我们根据 以前我们转动学 讲的 总力矩等于 这个物体的 Total Angular Momentum 的时间变化率 就是总 角动量的时间变化率 如果TALK 等于零 的话 那就表示 DL over DT 等于零 DL over DT 等于零 那就是L 一定要等于一个定值 那L 是等于这个值 角动量 角动量是什么 R R 乘上 Cross MV 如果它朝这个方向运动 V就是朝这一边 切线方向 切线方向 所以它是等于 R Cross MPV 这是等于一个定值 那么 这就表示 行星的角动量 是手横 角动量 手横 就是我们知道 行星在这个地方 绕着轨道运动的时候 它的角动量是手横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如果在T秒之内 T秒之内 我这个图应该是 箭头在这边 这样子转 T秒之内 它走了DS的一个位移 那这个就有一个小三角形 对不对 少过一个 它跑到这里来了 当中就一个三角形 DA 那DA的面积呢 因为这个很小很小了 这是一个面积 基数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妈妈呼呼 当做一个 一个三角形 所以它就二分之一底层高了 二分之一 R Cross DS 因为这个 这跟它不是垂直嘛 所以 Cross DS 它要看什么 要看垂直的底层高 要跟这个垂直 那么DS呢 等于V乘DT 位移是速度乘时间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字带进来了 这个V等于什么 这个相等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 把这个V 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V 就变成 就说 你把V带进来 我们用Cross的话 那么 它会变成这个量 这个量 所以DA呢 就等于L 那这个要带进来 V要带进来 V带进来 OK 这DT还在这里 就等于 这个字 那么把DT除过来 单位时间少过的面积 就等于L over2MP 那这个呢 L是定值 这里已经说过L是定值 交动量是定值 MP是个定值 所以就是个定值 因此呢 它单位时间少过的面积 是一个定值 好 现在我们看 Kepler的第三定律 第三定律是说 行星绕太阳的周期 这个周期的平方 与行星跟太阳之间 距离的平方 距离的立方成正比 那现在我们有 我们把牛顿第二定律拿出来 合力 现在它只有唯一的一个力 Gravational force 如果行星受这个力的话 因为它的轨道啊 接近于圆形的轨道 所以我们正用一个 近视于圆形的轨道 它就是等于行星的质量 乘上它的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 向心加速度就是V平方over2 这是大小 方向就是负R Univetal 当这个跟这个相等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我们把这MP约掉 负号也约掉 R Univetal也约掉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狮子就变成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把V V就是行星绕太阳的速度啊 想定它是一个圆形轨道的话呢 那这个速度就等于 跑一周的周长 被它的周期来处 T就是周期 绕一圈所需要的时间 这就是它的速度 速度的平方 那我们把这个 这个狮子 平方出来 这个R呢 这个平方拿进去 那这个R有一个平方了 平方约段有一个R 还剩一个R R除过来 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 R的三次方 所以T平方 跟R三次方成正比 那么这个正好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KS 那么其中 这个式子KS就等于这个量 那我们把这些值都带进去啊 它的单位是等于这个 大小是这样的 好 现在我们要看 行星跟人造卫星的运动 行星绕太阳的运动 人造卫星绕地球的运动 这个运动跟能量的关系 这运动里面能量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质量为M的行星 绕着巨大质量M的太阳 做圆形轨道转动 轨道半径是R 速率跟角速率分别是V 这是速率 这是角速率 那么系统的位能呢 是这个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等于这个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 我们要看动能哦 动能是等于二分之一MV平方 那么这个V等于什么 我们可以从牛顿第二定律来看 牛顿第二定律 它唯一的合力 合力里面唯一的力 就是Gravational force 大小是这个 这个力 作用在行星上 它的结果就是产生 MA A就是什么 向星加速度 R分之V平方 从这里我们可以解除 解除V来 V 我们这里 这个R跟这个R 约掉 就是说我们这里 R约掉了 变成一个R 那这个乘一个二分之一 就是二分之一MV平方 这里要乘 除一个R 就变成这个 好 这个就是 系统的 总动能 你看它总动能 等于这个值 这个量通通是正的 因此总动能 就是大于等于零 大于等于零 那么 微能加动能 就是这个系统的 基界能 我们把这两项加起来 动能是这个 正的 微能是这个 是负的 所以正好是等于这个 你看 微能的大小 是动能大小的一倍 那么结果是变成负的 那么就是总能 它的总基界能 是一个负值 而且是一个定值 是一个定值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行星 永远受太 引力的牵引 没有办法从轨道上逃脱 没有办法逃脱 因为 它的总能量 因为它的动能 动能 小于微能 动能小于微能 OK 也就是总能量的大小 要比微的 要来得小 好 那么 这个行星 就没有办法 从轨道上面 逃脱 那么 因此它的轨道呢 永远都不能逃脱 因此这个轨道 就是一个 封闭的轨道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个能量的关系 这是行星的能量 这是行星跟太阳之间的距离 OK 距离 那么 动能 是正的 potential energy 是这一条 是负的 总能就是 这个加这个 你看 这个 因为这个是负的 负的这一段 简直到这一段 就是 就是这一段 所以 这个 总能呢 也是一个负的 如果 我们前面是把 行星的轨道 当作是圆呢 实际上它呢 是一个 椭圆 就椭圆 不过 离心率很小了 如果R 换成 我们把A 用来取代 这个 半径R的话呢 就说这个原来是圆形的轨道 我们现在如果 它是一个椭圆的话呢 我们把A 来取代这个 R的话呢 那么 这就是一个 椭圆轨道 运行的卫星 椭圆轨道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椭圆轨道的 总能 只跟 半长轨的 长度 有关 跟它的 离心率 没有关系 因为 引力是一个 保守力 我们 讲过了 所以 行星的 总能 是一个 定值 对不对 我们 刚刚才讲过 总能 是个定值 角动量呢 我们也说过 因为它 受的 唯一的力 是一个 向心力 所以 总角动量 是一个定值 这是我们 刚刚讲过的 对不对 我们前面也证明过 L 是一个 定值 现在我们 由于 总能量 跟离心率 的大小 无关 我们刚刚说过 所以 凡是 半径 半长轴的 值 相同的 所有 轨道 就是说 在这个系统里 就是说 任何一个系统 它的半长轴 相同的时候 都有相同的 总能 比如说 这个 1等于0 那就是 A等于R 那么这个是 离心率 等于0.5 那就是 它到这个地方的 距离 等于0.5 乘上 等等 这个 这个 这个距离 不是这个 是这个 它现在 如果 太阳都在这里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是焦点 这个是原型 0.5 0.8的时候 椭圆就 更扁了 0.9的时候 就更扁了 但是 离心率不同 它轨道的 形状不同 可是 它的 总能 是相等的 就这个图显示 在同一个 总能下 有多个 不同 离心率的 轨道 就这些 轨道都可以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 比如说这是人造卫星好了 做一个 封闭的轨道 如果我们能供应这个人造卫星 一个适当的能量 让人造卫星 的总能量 由负的 由负子变成0 或者是正直的话呢 那么 这个时候 轨道就不再是椭圆了 轨道 它就不是椭圆了 它总能量 比 未能大 或者比未能小 或者等于未能 那么 我们发现 总能量等于0的时候 轨道的形状是一个 抛物线 这个时候就不是封闭的了 如果大于0的时候呢 轨道是一个双曲线 就像我们这个地方 看的 离心率是0的时候 是一个圆形的轨道 离心率 在0跟1之间是一个椭圆 如果离心率等于1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一个抛物线 它从这里来 经过这个过去 它就不回来了 它永远跑掉了 双曲线也是一样 离心率大于1的时候 是个双曲线 OK 如果 如果 我们现在看这个好了 离心率等于0的时候 是个圆形 这个时候呢 它的总能 总能等于 最小的 这个未能 那么 离心率 不得小于0 小于0的话 就是没有这种状况了 没有这种状况 好 那么现在 我们 看一个 例题 这是地球 我们只换一半 一个人 一个人将质量为M的小球 从这个地表 垂直上抛 速度呢 是VA V0 现在它要 它抛的速度啊 是想要让这个小球 到达最高的高度的时候 这个高度 如果是等于地球的半径 那你这个V0要多大 如果它这个高度 就是说 抛上去以后啊 它脱离地球的引力 就是跑到无限远去了 那么V0应该 应该是什么值 好 那么我们现在应用 动力学来解 我们用动力学跟能量 这两个 两个方法来解 比如说这个 动力学 Net force 就是所有的外力的合力 就是它的 Gravational force 就是这个 这个力 好 要等于MA 对不对 牛顿第二定律 因等于果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解出来 A呢 大小就等于 这个值 这个就是 当 因为加速度是位置的函数 所以加速度呢 它就等于V乘 DV over 因为V V DV over DR 本来应该是 DV over DT了 但是V里头 没有 V是速度的函数 是位置的函数啊 所以它必须 要DV over DR 乘上 DR over DT DR over DT 就是V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A啊 A等于什么 负的 这个值 因为这个 小M已经约掉了 OK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跟这个 为积分 积分积起来 积分积起来 当这个在 R R 等于地球的半径的时候 速度是V0 就是在地面上 它跑到最高点的时候 跑到H高 跑到H高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V了 如果最高点的话呢 那这个H就是 H maxima V就是等于0了 好 这个值子的微分 是等于这样子的 那已经把这个 都带进去了 上下线都带进去了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到V0呢 要等于V平方 减到这个 好 现在我们目的是要求V0 而且它是什么 到达最高点 到达最高点的话 那就是H等于H maxima V要等于0啊 所以这个是0 所以V0呢 就等于这个值 现在这个H就是最高 最高点的位置啊 我们有了这个值子 然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 这是上面那个值子 H等于R 最高点等于R的时候 这是R分之一 这个一减 正好等于R分之一 然后我们 得到这个值子 然后我们把 这里乘一个R 变成R平方 分子也乘一个R 那GME over R平方 就是G 地球表面的 重力加速度 RG OK 好 就说 你要高度等于地球半径的时候 是这么大 最高点的时候呢 最高点等于 无穷大的时候呢 那这一项就没有了 就是这个值啊 这个正好是这个的两倍啊 更靠RG 好 我们就把这个 写成V E E就是Escape Escape Velocity 就是逃脱速度 逃脱速度 方法二 我们应用能量定律来解 我们从能量公述 我们知道 非保守力做的功啊 要等于 机械能的差 也就是也可以写成动能的差 跟未能的差 如果非保守力做的功等于零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 机械能就守恒 机械能就守恒 因为我们现在 唯一的力就是 Gravitational Force Gravitational Force 是Conservative Force 没有这个力嘛 所以这个就是机械能守恒 好 那么现在我们 知道这个等于零了 那我们把Delta 1K算出来 Delta 1K 起初的能量 动能 后来的动能 差等于这个 就到B点的动能 Delta 1P呢 是起初的 起初的未能 后来的未能减起初的未能 未能都是负值 所以是这个值 好 我们把这个带到 这个式子里头来 那我们就得 那我们就得 这个加这个 要等于零 我们就得这样的一个式子 好 这个式子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就变成V0平方等于这个 好 现在这个式子其实跟我们上一次那个动力学得出来是一样的 Vmaximum等于Hmaximum等于R的时候呢 这个是零哦 所以Va就等于这个 就跟前面都一样了 好 当这个 Hmaximum等于无限大的时候 这项没有了 它就是两倍的这个值 OK 所以这个结果呢 跟我们前面所得出来的结果 完全是一样 好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说 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半径 是等于5.3乘10的五次方公里 周期是27.3日 这么多天 现在要用这个数据啊 来计算地球的质量 我们知道地球的半径 这是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半径 周期是这么大的话 这是轨道半径 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半径R 它的周期是27.3日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惯性坐标 把地球当作是一个惯性坐标的一个原点 应用牛顿第二定律 列出月球绕地球运行的时候 它的动力方程 你看 月球 受地球的引力 所以它唯一的一个外力啊 就是万有引力 这么大 要等于 要等于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因要等于果 果就是M 乘上A N 就是向心力 向心力是-R univector的方向 大小是V平方 over R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式子 把R约掉 这个式子我们重写在这里 就把Runivector都约掉 然后负号拿掉 然后这个式子里头的M 就是这个质量 V呢 就是2πR 一周的周长 被一周的周期来除 就是它的速度啊 是V平方啊 我们就可以得这个值 对不对 这个值 那么我们要求的是这个值 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 这个量等于这个量 这两个M就约掉了 所以大M就等于4π平方 R三十方 over G T平方 把这个值统统带进去 算出来就是这么多公斤 这个例题是说 将人造卫星 送上1000英里高空的时候 它的能量要比在 1000英里高空 将人造卫星 送入环绕地球轨道 所需要的能量 还多还是少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发射人造卫星 是从地面 垂直的 比如说垂直的 先用火箭 把卫星带到 这么高 比如说1000英里 这么高空 我们假定说 这个时候呢 它在这里的速度是0 然后加速加速加速到这里 速度也是0 就上升到0 这个时候动能没有改变 那你做的功就改变它的位能 这是火箭所做的功 就是变成位能 然后到了这里以后啊 因为要在轨道上绕地球旋转 如果你没有一个切线速度的话呢 这个人造卫星会掉下来 所以它要加速 要从0加速到V 那这个就是火箭 要做功了 那就是这两次的功 把它升高到1000公里 1000英里 所需要的这个能量 比起在轨道上面 从静止加速到 绕着轨道运行的速度 所需要的能量 是哪一个比较高 我们现在要来计算这个 我们假定 原来火箭在这里 然后升高H高 那么我们就看 火箭将人造卫星 从地表送上H高处 假设大气压力的阻力不拽 火箭跟卫星 仅仅受地球的引力 所以它的 它仅有万有引力 所以它的non-conservative force 做的功就等于0 然后我们用机械能守恒定率 因为这个条件满足的话 就是机械能守恒 Delta-EK加上Delta-EP 要等于0 它的总能就等于这个 总能 不是 这是它的这个 这个是non-conservative force 要等于这个加这个 等于0 好 于是我们说 火箭垂直送人造卫星 升空的能量 我们假设它是1 这是火箭的推力 所以它这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负1 就等于这个 因为这个等于0 我们刚刚说过 这里卫星也不动 这里也不动 火箭只是把它送上去 所以等于未能的改变的负值 那我们把万有引力 这个未能弄进来 它就等于这个 那么 这个就是等于 这个1就是 从地面 把卫星送上轨道 所需要的能量 这个就是卫星 把卫星从这里 送上去所需要的这个能量 好 那个机灵呢 就等于基层上大m over r 平方 是等于这个 这是地表的重力加速度 好 现在我们再看 你现在从这个轨道的地方 把这个人造卫星 援助切线的方向加速 那它这个能量 就等于切线速度 切线分力做的功 那等于二分之一m v 平方 就是说这个功 要等于动能的改变 后来的动能 简直到起初是零 v 就是绕着轨道 运行所需要的能量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怎样子算这个v值呢 我们就是用卫星 说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 要等于这个卫星的向心力 m 称上ar a n ok 那这个 又可以画成这样子的 就是g 等于m gm over r 平方 这里有个平方 r有个平方 漏到一个平方 就算出来 v是等于这个值 于是 e prime 就等于二分之一m v 平方 这个 这个就是 把卫星送上 卫星 从零 在轨道上 从零加速到 能够绕轨道运行的这个速度 所需要的能量 那么 e跟e prime的比 就是送上 轨道的这个 能量 在轨道上 加速的能量 是等于这个 那r是地球的 半径 4000英里 如果你送上去的高度 是1000英里的话呢 这个是等于二分之一 那就是说 你从地面 送上轨道的能量 要比在轨道上 加速的能量 要来得 小 来得小 OK 好 那这个 h2 2000英里 它就正好 你送上去的能量 这么要得 加速的能量 如果你3000英里的话呢 那你送上去的能量 要比它加速的能量 我可以 你送上去的能量 我可以 你送上去的能量